咋还打起来了 海鲜店老板打电话 说今天有粉色的龙虾 你们看还真是粉嘟嘟的 我一激动买了四只 今天能换个吃法 做一道泰式醉龙虾 但是作为一名生烟艺术家 至今没有一件像样的艺术品 属实有点说不过去 所以我决定了 生烟之前 设计一件龙虾版的联名T恤 先挑一只品像好的 在墨汁里沾一沾 我却不是让你画墙上 不管那么多了 一切都是为了艺术 站好墨的龙虾按在T恤上 你别说效果还真不错 我那小灵感都来了 古有齐白石画虾 下一句你们俩 不过我好像错怪虾哥了 你们看 原来虾哥想送我一副 泼墨山水画 既然要醉龙虾 那肯定少不了白酒 按照咱们的戴克里 一虾一瓶的量够仗义的 咋还打起来了 不用抢 一虾一瓶绝对够喝 而且这酒劲大 你们看 这几个老外一看就没喝过二锅头 喝极了吧 全趴下了 泰式醉虾的料汁特别简单 先把这些配料打碎 再挤入清凝汁 最后倒入鱼露调味 就这小味道 Sawadika 龙虾改刀之后 浇上调好的料汁 我看这也太有食欲了 我先来一口 这也太好吃了 酸酸辣辣 一口回到东南亚 对了 你们还要看我演点啥 评论区告诉我